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激進出來講特別節目 今天要聊的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AKA電視笑話冠軍 那你一定有很好奇說 就是現在哪有年輕人懂什麼電視笑話冠軍 我們今天到底為什麼要用這個名字 喔喔喔你叫我了是不是 我想說可能是因為這個國民黨主席的選舉要有那個年代感 那為了要配合國民黨的那個時代氛圍 所以我們才講到電視笑話冠軍 可是電視笑話冠軍還是太年輕了 我想到一個更好的 就是當年捧紅了我們的天后張惠妹的選秀節目 登獎有沒有很像 登登登登登 那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老的節目 跟國民黨主席一樣的 OK 好那在這邊也是跟大家補充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基金的新聞副主任張柏洋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主題就是最近大家在這個電視以及新聞上 非常火熱的一個議題就是 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那我們今天呢 既然是五登獎嘛 那當然會有來賓啊 那我們先介紹我們參加五登獎的四位來賓 首先呢 是國民黨現任 但是已經請假參選的黨主席 江啟騰 那第二位呢 是國民黨的這個號稱要找回黨魂的前主席 也是前總統落選人朱立倫 那第三位呢 是這個最近異軍突起在網路上瞬間變成 可以說是寒倒在世的張亞中 那第四位呢 第四位是 不重要 好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跟觀眾朋友來大概分析一下整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整個戰情概況 那原本呢這個黨主席的選舉是一場非常非常無聊自己的選舉 你看自己都快睡著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最開始這個不管是江啟騰還是朱立倫 就是一上台之後就開始很像吃了藥一樣你知道就開始在九二共識上面打斷 一個說要原資源為了九二共識 那另外一個呢 他又說什麼兩岸同起談判是重中之重 那當然這個一旁在觀看這個觀賽的張亞中 當然不服氣啊 直接喊出說他要跟中共來簽停戰協議 而且要拿回台灣來公投 那當然前三位候選人對於兩岸的論述好像一個比一個更加的淺中 最後一名 我們認為他不是很重要的那個卓國員呢 一看 不得了了直接說 邀請對岸的習近平統書記到台灣來進行兩岸和平之旅 你從這四分候選人爭相舔中的這個行徑當中 你就可以知道這場國民黨的主席選舉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無聊 那這場無聊志祺的黨主席選舉呢 在最近發生了幾件大事之後 突然變成了全台灣關注的焦點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呢 我們現在請子余 誒 誒 誒 換我來幫你 說實實大實壞 整個國民黨主席的選舉啊 混添變成兩兩宮廷的大鬥劇 為什麼呢 因為張亞中說出了這個兩岸和平備忘錄之後 神神的吸收到了整個黃夫心黨部 還有深藍的支持 他的支持率啊 從之前的4.5% 現在已經30%了 各位觀眾 我跟你講 這就好像是最近的台北股市 他一直綠綠綠一直回撤 可是忽然張亞中的一根穿雲劍 一根拔上去變紅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民調第一名了 可是這個民調第一名 當然引起了江啟成跟朱立倫兩方非常的不滿 於是就出現一個鬧劇 一場懸疑劇 一個連柯南都沒有辦法爭破真相的案件 是什麼 就是張亞中 他竟然被移送了好機會 這不就是當年換柱的重演嗎 可是 誰換的 朱立倫說不是他 江啟成也不是他 那是誰呢 難道是我們嗎 可以嗎 我也想把他翻掉了 我剛剛有一種你是從寶吉的節目走 從隔壁棚過來是不是 對對對 當然了 那因為國民黨黨主席的這個選舉實在是太無聊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有所謂的一個外卡對象 就是趙少康 不斷的在這個4個人選舉當中 另外拉出一條單獨的戰線 那沒有想到趙少康的路線 竟然還比這4個人加起來 還要來得精彩 但是 不管如何拉 不管這4個人的鬥爭 又或者是說趙少康講的什麼 其實 大方向都還是圍繞在中國國民黨本身呢 對於中國這個 不管是舔中啊 親中的形象 甚至是對於呢 他的眼中 沒有台灣這件事情 國民黨都是非常的有著墨的喔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呢 雖然說看起來要選出一個新的黨主席 但是從根本面來看 他在台灣根本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因為 他的主席的 不管是主軸啊 或者是他們提出來討論的這些事項 甚至是他們鬥爭的非常難看的這種 宮廷劇的內容 其實呢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台灣人所需要的 究竟誰能夠拿下 滿燈 5個燈 國民黨主席5燈獎的冠軍呢 讓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哇 終於要開獎了是不是 哎 舉個燈是不是 那邊那邊那邊 好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今天就是 雖然跟以往的風格不太一樣 然後 他的通告費真的好理 他睡一整集 然後 這樣也可以算 算一集的曝光 我實在是 不知道 為什麼這麼好賺 好啦 開玩笑 但是呢 我們今天用一個比較輕鬆 會寫的方式來跟大家 其實是要凸顯出說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其實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雖然 觀眾朋友剛剛在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我們兩個就很扯 一個在那邊講 一個在那邊睡 然後還有拍桌子 還有五燈獎 但是呢 其實你仔細的去回想 真正荒謬的事情是 在台灣的內部竟然有一個叫做 中國的政黨 以中國的核心利益為主軸 在選出他們的下一任黨主席 而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一點台灣的元素都沒有 這個才是真正荒謬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今天用一個 比較戲虐的方式 用一個比較諷刺的方式 來拍這個影片 其實就是為了要跟大家 展現出說國民黨 其實才是真正的荒謬 基本上呢 雖然說國民黨他們的這些 台面上黨主席候選人 一個比一個還要裝得很震驚 但實際上 如果我們仔細去幹到 他們的政見內容 或者是他們的肢體動作 跟選舉的策略 你都會發現 我們剛剛這一集 整個的演出 都比不上他們的萬分之一的 荒謬跟誇張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的基金出來講 那喜歡我們節目的話呢 不管是這個臉書還是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掰掰